寿风厢长刘耀忠商人之后积极规划城乡交流行程 12号上午寿风厢公共团队拜会了花莲市 观摩最近新建完成的华东部落聚会所 还有在7月份就要通车的上志桥正后修复工程 花莲市长威嘉贤期盼花莲市和寿风厢 都可以借此激荡创新多元思维 也落实城乡交流互惠互利精神 寿风厢长刘耀忠一行第一站 来到了最近刚新建完成的华东部落聚会所 透过建设科长徐国成和原型科长曾雅廷的说明 让参访团了解聚会所建筑造型外观 还有部落传统意向融合 接下来参访团再来到了花莲市上志桥 花莲市长威嘉贤特别像刘耀忠乡长等人 分享这项工程从检测灾害到争取经费 以及历经多次招标工程流标的过程 在大本部落的部分 也向乡长报告我们这边聚会所的 一个新建方式跟情形 那当然经费中央补助的经费 绝对是有限的 那我们当然地方要怎么样去配合部落的需求 然后增加部落的需要 那也是我们跟乡长一直保持着 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 那再来就是我们到上志桥这个工区 其实上志桥即将通车 那我们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碰到非常多的一个 在工程上面的一个技术面的困难 那刚刚乡长也有提问到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也是我们过去所碰到的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把经验分享给其他乡镇 那也让其他乡镇的一个 未来遇到工程上的问题的时候 都能够彼此互相支援 互相解决 寿风厢长刘耀忠表示 感谢花莲施工所的介绍与说明 希望借由观摩来接触学习 让寿风厢团队在提升地方建设上 有更多规划的目标可以参考 这是很感谢我们花莲施工所 带我们建设那么多的建设 或者是做法 让我们吸食到很多 很谢谢为市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多多学习 我们跟他请益 现在目前我们寿风厢 因为很多部落要盖那个机会所 所以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些土地的变更 或是说建筑物的形貌 都需要拼着 我们都从各方面都来探讨 来研究 有头目啦 村长啦 还有一些跟外地的多多接触 多多观摩 多多学习 然后做一个更好的机会所 戒律会欢迎时报道